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董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六年级下册的课文 表里的生物 上课 请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今天我们接着讲表里的生物 那么表里到底有没有生物呢 我解开这个谜底了吗 这节课我们一起去探索 小时候的我认为呀 凡能发出声音的都是活的生物 莫读第一自然段 我用了哪些具体的事例来说明 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请打开语文书 莫读第一自然段 我用了什么观点来证明 我用了什么样的具体的事例来证明呢 请你来说 视例是凡是能发出声音的都是活的生物 嗯 都有什么呀 比如说 比如说 夏天叫的蟋蟀 就是呀 好 请坐 还有呢 还举了什么例子呀 请你说 夜晚飞叫的狗 是的 狂飞的狗 早起叫的 请你来说 秋晚的各种虫子 嗯 好 请坐 比如说 你来说 早晨的鸟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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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鸣� 今晚有各种的虫在草丛中唱不同的歌曲 你看呀 这不都是活的生物吗 钟楼上的钟不是活的 有时却洪亮的想起来 那是有一个老人在敲 钟不是活的 他会想 那是谁在敲他呀 一个老人在敲呢 街心有时想着三弦的声音 那是一个盲人在弹 那么钟声和三弦声 都是有人在敲打和弹拨的 哪里有死的东西会自己走动 并且能自动的发出和谐的声音呢 这是一个反问句 我们给他改成陈数句意思不变 可以改成什么呢 找个同学来读一下 请你来 没有死的东西会自己走动 并且能自动的发出和谐的声音 好请坐 这就是我的观点 没有死的东西会自己走动 并且能自动的发出和谐的声音 而我呢为了强调这个观点 我还用了一个反问句 哪里有死的东西会自己走动 并且能自动的发出和谐的声音呢 反问句 来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义正言辞的 小时候啊 有时候小孩认为的东西 他就根深蒂固的 很倔强的认为 我说的一定是对的 那我们来辨析一下 这里有三个词 不太好理解 意思很接近 比如说 红亮 聊亮 响亮 有时候你要真选择的话 还真有一定的难度 声音大而清晰 主要是说大 大而清晰 这个时候 我们用什么词来形容啊 红亮 着重形容声音宏大 突出这个特点 多形容嗓音啊 话音啊 回声啊 钟声啊 等等 而聊亮呢 聊亮是着重形容音色 清脆 而且声音高 传的远 刚才那个红亮 主要是声音很宏大 而聊亮呢 是高传的远清脆 一般聊亮 只形容歌声 号声 喇叭声 鸡叫声等等 常用于书面语当中 而响亮 它着重形容听者感觉到的那个响度大 使用的范围 使用的范围比较宽 除了红亮和聊亮所形容的以外 还可以形容说笑声啊 喊叫声啊 掌声啊 脚步声啊 雷声啊等等 聊亮呢 一般用于书面语 比较高 传的远 红亮呢 一般是指声音大 而响亮呢 用的范围就比较宽了 用红亮和聊亮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个响亮 但是响亮的范围更宽一些 喊声掌声 脚步声雷声 都可以用响亮 同学们来看看 下面选项正确的是 看你掌握了吗 你会用吗 云雀唱着什么的歌 响亮 选项 我们来看啊 聊亮 红亮 响亮 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说 聊亮是指声音比较高 比较清脆 传的比较远 那么云雀 他唱的就比较清脆 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啊 聊亮 那我们就把C排除 响亮排除了 聊亮的歌 一个接一个的从田野里腾空而起 看第二个 他身强力壮 嗓音 嗓音 一般是说声音特别 特别大 嗓音 洪亮 什么的铃声叮叮当当传遍了体育馆呢 响亮的 好同学们 有时候啊 词语词语之间都是毫离之差 需要仔细的分辨 请同学们默读2到10自然段 思考 我猜测一定有活的生物被父亲关在了他的表里面 他的理由是什么 再说一遍 我猜测一定有活的生物被父亲关在表里的这个理由是什么 好 拿起课本 请默读2到10自然段 开始 我猜测一定有活的生物被父亲关在表里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请你来说 不但他的秒针会自己走动 而且他坚硬的表盖里还会发出清 清脆的声音 滴答 滴答 没有一刻的休息 这声音比蝉鸣要柔和些 比虫的歌曲要单调些 好请坐 说出理由 说一定 你看看 有什么东西被关在父亲的表里了 我们一起来看 就是你找到的这句话 可是父亲怀里的表有时放在桌子上 不但他的秒针会自己走动 并且他坚硬的表盖里会发出清脆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 滴答 滴答 没有一刻的休息 这声音 这声音比蝉鸣要柔和些 比虫的歌曲要单调些 我们来看 哎 你看吧 我是有理由的吧 要是没有生物关在爸爸的这个表里面 他怎么会自己走动呢 还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呢 滴答 滴答 你看 这都符合我说的活的生物的特征吧 小孩很倔强的 还找到理由了 那么树上的蝉 草里的虫 都不会轻易的被人看见 我想啊 多有想象力啊 你看 它是这么想的 找个同学来读一下 它是怎么想的 请你来 树上的蝉 草里的虫 都不会轻易被人看见 我想 表里边一定有 也有一个蝉或虫一类的生物吧 这生物被父亲关在表里 不许小孩子动 好请坐 多有想象力啊 嗯 肯定是 表里边关了一个像蝉呢 或者小虫子一类的小东西 嗯 被父亲关着 不许我们小孩看 不许我们小孩动 你看 这是我在想 想了这么多的内容 哎呀 拖着腮帮就一直在那想啊 想啊 没人告诉他答案 自己在那想呢 依据的是自己生活中的经验 哎 他生活中见过蝉 见过虫 就开始联想 猜测表里一定有一个生物 从课文中的哪些描写可以看出 我对父亲的表充满了好奇心 找一找 用横线画出来 现在拿起笔 一边默读一边画 看看哪些内容可以看出 我对父亲的表充满好奇心 那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起来看 看你有没有画这一部分 有吗 画了吗 你看 滴答滴答 没有一刻是休息的 这一段画了吗 画了 嗯 很好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 来准备 可是 父亲怀里的表 有时放在桌子上 准备 可是 预备起 可是父亲怀里的表 有时放在桌子上 不但他的秒针会自己走动 而且 并且 再来 并且他坚硬的表盖里 预备起 并且他坚硬的表盖里 会发出清脆的声音 滴答滴答 没有一刻的休息 这声音比禅明要柔和些 比重道歌曲要单调些 嗯 特别的好奇 看这一句 我对父亲说 我爱听这表的声音 我一边说 这个手可没闲着 一边向着表伸出手去 这是要干啥呀 拿过来就要看看 是不是啊 多么好奇呀 你越是不让我看 我越觉得好奇 再来看这一句 我对于他的好奇心 也一天比一天怎么样啊 增加 其实小孩的好奇心呢 就是这样 你越不让他干什么 他就越想干什么 你越说不能动啊 这个东西不能摸 你瞅吧 只要你一转身 他肯定是要摸一摸的 因为 具有好奇心 是孩子的天性 你看这个 越不许我动 我 越想动 但是我又不敢 因此 很痛苦 哎呀 小时候有很多烦恼 有很多痛苦 就这一件事就令我很痛苦 我多想去看看呀 可是爸爸每一次都不同意 父亲一把一把表放在桌子上 我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他 同学们 我们找的这些句子里 没有一个说 我想啊 我好奇心重啊 基本上没有这样说 但是呢 却让我们感觉到一个好奇心极重的孩子 这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描写 来突出人物的这个个性 这是一个好方法 你看呀 矛盾而又痛苦 真的真的想摸一摸看一看 可是呢 又不敢 就在那么一次 哎呀 真令人高兴 父亲终于要把表打开给我看了 那表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读第十一自然段 我们刚才已经画出那一段了 第十一自然段中有相关的语句 请拿起课本 莫读第十一自然段 看看表里的样子 一起来看 你看呀 表里的世界可真丰富多彩呀 父亲是怎么让我看的 你看 父亲取出一把小刀 把表盖怎么样啊 拨开 我的面前立即呈现出一个美丽的世界 这可是我日思夜想的 想看到的一个世界啊 什么样子的 什么颜色同学们 蓝色的 红色的 小宝石 钉住几个金黄色的 齿轮 里边还有一个小尾巴式的东西 不停的摆来摆去 这小世界不但被表盖保护着 还被一层玻璃蒙着 呀 我今天终于看到了你的庐山镇面目了 真高兴呀 你看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呀 无论是从颜色还是构造上 平时呀 父亲再三的禁止我 不许动表 再读读课文 找一找父亲是怎样说的 用波浪线把它画出来 好 请莫读课文 用波浪线画出 看看父亲是怎样一而再再而三的 禁止我不许动他的表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看看 呀我满脸的好奇 独想看一看呀 明明他就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就说了 我是怎么说的 小孩的语气 撒娇的语气 一起来读 我爱听 预备起 我爱听这表的声音 我可喜欢了 但是父亲是怎么说的 嗯 怎么说 只许听不许动 哎呀 要强硬的压制我的好奇心 再来看 又一次又说了 小孩不许动表 你看呀 都说不许动不许动 还是不许动 还是不许动 你来 我给你看看 表里是什么 在想 满以为 这回可以让我摸一摸了 结果又加了一句 可是 可是什么呢 只许看 不许动 还是这句话 哎 你说我得多痛苦啊 我就接着问了 为什么还蒙着一层玻璃呢 为什么呢 这就是叫你只许看 不许动 还是那句话 说来说去 就是那句话 只许看 不许动 这对于一个好奇心很重的我来说 简直就是惩罚呀 哎 我怎么说得了呢 认真读十二到二十一自然段 父亲为了不让我动表 编了一个什么谎言 为什么我会深信不疑 请拿起课本 莫读十二到二十一自然段 看看父亲撒的那个谎是什么 谁来说说 父亲撒了一个什么谎 请你来说 父亲撒了一个 说表里面有一只蝎子的谎 嗯 好请坐 为了不让小孩摸 他竟然说表里藏着一只小蝎子 你看看呀 哎呀 我好奇的问 为什么还蒙着一层玻璃呢 这就是叫你只许看 不许动 为什么呢 你看看我一再再追问 为什么呢 父亲说 这百来百去的是一只 小蝎子 他的尾巴一动就要遮你 哎呀 这是这么说的 原来表里边藏着一只小蝎子呀 那我还不死心 又再追问 为什么把那样可怕的东西放在这么好的表里 有时候 作为大人也真是无奈 因为呀 小孩的这个好奇心呢 他没完没了 到最后 爸爸撒了这样一个谎 来骗我 父亲的回答 证实了我的思考和判断是正确的 表里边真的藏着一个活的生物 其实是在骗小孩呢 结合课文说说 我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通过刚才那些对话 你应该了解了 从哪里看出来的 文中找出相关语句来印证你的观点 先来说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这是一个好奇心 你来说 这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孩子 好奇心很重 有了问题 他就要怎么样 打破砂锅 问到底 哎呀 一菜的追问 你看 树上的蝉 草里的虫 都不会轻易被人看见 我想 可是想了 表里边一定也有一个蝉 或虫一类的生物吧 这生物被父亲关在表里 不许小孩子动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孩子 天真幼稚 天真幼稚 富有幻想 是啊 每一个孩子 在小时候 都是幻想家 都富有幻想 但是这种幻想 一长大就被磨灭了 小时候真的是很好玩 特别天真的幼稚 越不许我动 我越想动 但是我又不敢 因此很痛苦 这样过了许多天 父亲一把表放在桌子上 我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他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充满好奇心的 我想你们肯定也是 如果家里妈妈买一个新东西 不管这个东西是吃的还是玩的 还是用的 你是不是有一种上去看一看 弄一弄 甚至掰开到里边发现一下的冲动 有没有 有 对了 只不过是大人 一二再再而三的呵斥 但是说不许动啊弄坏了不行 所以你才忍住了 任何一个孩子 小时候都是充满幻想 充满好奇心的 呀 自从父亲给他说里边有一个小蝎 蝎子不得了 他又就开始想象了 他是怎么想的 找个同学来读 请你来 我吓了一跳 蝎子是多么丑恶而恐怖的东西 为什么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里呢 但是我也感到愉快 证实我的猜测没有错 表里边有一个活的生物 嗯好请自 一个小小的发现 足以令他高兴一大会 呀 蝎子很恶心 很可恶 怎么放到这么好的表里了呢 但是反过来一想 哎 我一直说表里有一个活的生物 现在你看证实了吧 它真的有活的生物 为什么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么丑陋的生物放到表里 呀多不符合表的风格呀 表那么漂亮 但是我又感到愉快了 因为呀 得到父亲的肯定的回答 证实了我自己的推断 所以感到愉快 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呀 我说对了 看起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呀 有强烈的求知欲的孩子 有不懂就问 有不懂就问 你看吧 凡是爱问问题的孩子呀 都是富有幻想的 都是有强烈求知欲的孩子 我想大半因为它有好听的声音吧 但是一般的蝎子都没有这么好的声音呢 也许这里边的蝎子 与一般的不同 自从爸爸给他说了里边有个蝎子 他就开始围绕这个蝎子 就开始在那苦思 冥想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一般的蝎子 他还想象着这里边可能放的不是一般的蝎子吧 也许吧 在小作者的眼中 任何事物都充满了 童趣 这说明 我是一个天真幼稚 富有什么的孩子呀 幻想的孩子 你给他说点什么 他就一直在那想啊想啊 能想出好多的东西 看 这么漂亮的表 这么 关于这么漂亮的一个表 我呀 展开自己的联想 幻想 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 再根据爸爸说的 觉得里面真的住着一个小蝎子 这说明啊 我是一个天真幼稚 富有幻想 充满好奇 有强烈的求知欲的孩子 我们来读一下这几个词 来 准备 天真幼稚 天真幼稚 富有幻想 富有幻想 充满好奇 充满好奇 有强烈的求知欲 有强烈的求知欲 对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那课文最后说 我为什么后来不说了呢 我怎么后来不给别人说 表里边住着一个蝎子 为什么不说了呢 请你来说 可能是他知道深度了解了 表这个东西 所以不再相信这个表里头有一个小蝎子 好请坐 请你来说 还有可能是他长大之后 他慢慢的长大 觉得这个想 觉得表里有蝎子是很幼稚 好请坐 对了 只有在特定的那个年龄段 小的时候才会那么幼稚可爱 一旦人长大了 一旦人长大了 就不再富有那种天真可爱和幻想了 后来我见人就说 如果他给大人说 大人肯定会笑话他的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不知说了多久 见人都说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不说了 什么时候不说了 长大了就不说了 对呀 刚开始觉得是真的 见人就说 对父亲的话呀 深信不疑 这说明啊 我后来渐渐长大了 终于明白 表里的生物指的就是表的秒针 这样的话我不说了 我不知说了多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不说了 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就是小时候 觉得有一件事是真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发现 哦 原来我原来那么幼稚啊 有 那谁来说一说 什么样的事 想一想 比如说 大人最爱问小孩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再换个角度想想 你是不是小时候问过妈妈 妈妈妈妈 我是怎么来的呀 大人号说 你是大街上 见来的 见来的 有没有这样说过 有 说过吧 那么你就深信不疑了 自己是见来的 后来你怎么不说啊 自己是见来的 对了 后来怎么样啊 长大了 不再那么天真幼稚了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小时候身心不疑的事情 到了年龄的增长 我们就知道啊 不是真的 那是小时候天真可爱的幻想罢了 那我们来梳理一下 表里的生物 这篇课文 先是提出一个啊 猜测 表里边肯定有一个活的生物 要不然怎么会动呢 你看 活的都会发出声响 秒针再走 发出声响了 那他就是活的 到最后得到证实 看到小尾巴似的东西 表里 爸爸说表里有个蝎子 听到了一动就要遮你这样的事情 刚开始我相信了 年龄大了 才知道啊 那是骗人的 这说明啊 小孩都有好奇心 非常的强 善于思考 其实无论是你怎样幻想 遇到问题 有好奇心 善于思考 这是对的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善于思考 你就会得到这个事物 这个事情 真正的科学的答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通过写小时候 我认为能发出声音的都是 活的生物 所以对父亲的表 极为好奇 并相信了 父亲说的表里 有个小鞋子在里面 表现的 表现了童年的我 对事物都有着什么 好奇问 对着什么 好奇心 对 强烈的好奇心 什么事都爱问个 为什么 是个 善于观察 爱思考 爱问问题的孩子 对了 钟表 为什么会发出滴答的声音呢 哎 长大了 有了科学知识 我们就知道了 这要从机械钟表的 勤纵机构说起 如果仅仅是让上半发条的表 自由走起来 那么很快就会变成飞表 指针飞跑无法计时 所以机械钟表啊 都要有一个勤纵机构 一种机械结构 由钟摆或者是摆轮 来一格一格的释放齿轮 一格一格的 这样才能够计时 滴答声 就是这个众 琴纵机构 一格一格走的声音 他走一格就发出滴答的声音 走一格就发出滴答的声音 这样才能计时 好同学们 来看看联系课文内容 我们来看 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说了多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不说了 这样的话是指什么话 表里边有一个小蝎子 是父亲说的这句话 表里有个小蝎子啊 他会遮人 作者小时候认为 凡能发出声音的都是活的生物 你能举出一些势力来反驳它吗 有些能发出声音 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 不是活的生物 比如说 请你说 摩托车能发动机 好请坐 还有吗 请你来说 电视 电视的声音 还有吗 大自然中的风的声音 雨的声音 小蝎发出的声音 火山爆发的声音 风声 雨声 雷电声 对呀 这些声音 能发出声音 不一定是非得有一个活的生物 那只是小时候 我们好奇 我们的好奇心 产生的幻觉 产生的幻想 这样的事情罢了 小时候啊 真的是天真可爱 都有这样的童年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习惯 这种特点 不要完全抹杀 看到不懂的事物 就要仔细的去观察 然后呢 多问几个 为什么 善于思考 好的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 随着